是来自黑龙江省 加姆斯市的一名横位工人 每天天没亮呢 我都要去扫马路 身边的有很多朋友都问我 你为什么这样年轻 就会做一个扫马路的工作 其实我心底一直有一个遗憾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你好 欢迎这位妈妈来到 妈妈咪亚的舞台 老师好 请做下自我介绍 我叫王谦 来自黑龙江省 加姆斯市的一名横位工人 横位工人 还是在横位系统管横位工人 我是横位工人 就是一线工人扫马路的 挺让我吃惊的 您这个状态让我们联系不起来 扫了多少时间了 有十年了 您今年 我今年三十五岁 也就是说二十五岁 开始您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整整坚持了十年 对 那辛不辛苦啊 现在的工作 每天我早上都要 差不多天还没怎么亮 我们都要起床工作了 冬天是五点吧 夏天要四点半 而且这加姆斯啊 它这个北方很冷 特别是到冬天的下雪的时候 那个可能别的单位 可能有什么雪修啊 雨修 但是我们横位工人 越到下雪的天气 越要出来 为了行人和车辆的安全 我们这边下雪 我们就要把路上的那个积雪要清理掉 零下三十几度 小路的时候 戴了口罩有哈气嘛 一呼吸 他眼睫毛就是变成白色的了 接霜了 接霜了 对 然后手都动得受不了 有时候把手套拿下来 用地上的雪来搓手 会能缓解这个寒冷 手都动得不好使了 这样 那您今天来妈咪啊 是有什么愿望呢 我来到这里就是 弥补我多年来的一个遗憾 带来什么才艺 我为大家唱一首歌 歌的名字叫遗憾 好 我们期待您的表演 别再说是谁的错 让一切成灰 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 一切难以忘回 你总来让往事跟随 怕过去白费 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 就要多爱几回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 宁愿你犯错红 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 留我独自伤悲 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悲 宁愿你受伤流泪 莫非要你尝尝尝了苦悲 才懂真情可贵 莫非要你尝尝了苦悲 才懂真情可贵 才懂真情可贵 谢谢 谢谢 紧张 他唱完了自己还 哇 自己还卧下 紧张 说了一句 就是你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 还能唱到这样的水平啊 我更对你的遗憾 充满好奇 什么样的遗憾呢 以前在毕业的时候 我考入了我们当地的歌舞团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家境不是特别好 然后毕业了又不是能分配工作 然后妈妈说那就不要去了 然后我现在提到这个事情 我和妈妈都不作声了 都是默默的心里在想 可惜有这个遗憾吧 那是多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19岁吧 因为有这样的遗憾 是不是对现在的这个工作 或者每天的生活 不太满意 没有没有 因为这个工作来之不易 然后它还有稳定的收入吧 能给我和女儿稳稳的生活 稳稳的幸福 为什么是你说你跟你女儿呢 老公呢 我离异已经现在七年了 那现在的收入家庭可以稳定 对 每个月工资2000多 是在当地来说是正常的收入 就是在加姆斯市 对是正常的收入 我和女儿都很满足现在的状态 到这来我今天太高兴了 来弥补我的遗憾 我觉得唱完歌 肯定你就弥补了一部分遗憾 是的 那接下来呢 我相信舒俊老师的评价 有可能会让你完全忘却了遗憾 王谦 我不会觉得你现在的人生 有什么样特别的缺憾 心中永远怀抱了一个 未完成的梦想 反倒是你继续往前走的 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所以要肯定你的歌艺 也要肯定你的人生 通过 谢谢老师 王谦啊 当初的选择没有完成 是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 之后又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为了自己的女儿 去多赚一份钱 让家庭稳定 我觉得这一份责任和担当 这个单亲妈妈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 其实已经远远超越 你的那个遗憾 你带来的不仅是给城市的美 而且真的你自身的美 都已经体现得很充分 在我这儿也是通过 谢谢方老师 每一个人都有遗憾 那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遗憾 变成开心快乐 我就是这样 虽然我是离婚 我是单身妈妈 我都跟我家人啊 或者是我的粉丝们说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离婚 单身的妈妈 因为离婚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跨一个角度 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 很开心的一个生活 然后跟小孩 也可以很开心 当一个好妈妈 谢谢老师 谢谢你 我们的美容师 谢谢老师 恭喜你往前 谢谢